国评正式归国隔离 退役民宿往南特殊安排感动球迷 刘古良点赞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目前的国评的情况 那么大家也知道 在打完这个两大世界杯之后 那么中国队呢 已经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本年度三大赛的一个任务呢 已经圆满完成 那么在此前奥运会当中 中国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这一次在视频赛 以及世界杯的两个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同样也是圆满收官 所以现在来看 我们也知道呢 刘古良正式带着我们国评大队伍呢 回到山东威海这边呢 进行隔离 然后呢 顺便进行一些时间休息以及调整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呢 既然说到了山东威海这个地方 那么就一定不得不提 我们退役民宿往南 那么往南呢 其实在退役之后呢 也和自己房地产的一个老公呢 结婚 并且在当地做起了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工作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此前呢 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国评大队伍取得冠军亚军的时候 王南呢 其实也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奖励了一套 500万的房产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看得出来 王南对我们国评大队伍的一个奖励 还是非常丰厚 那么其实也是非常看重他的娘家人的 而这一次那么我们国评大队伍 再次返回山东威海进行隔离的时候呢 其实王南作为老朋友 其实也给我们国评这边接风洗尘 而且还特别进行一些特殊的安排 做好了最充分的一个服务 首先我们也看到 那从网上曝光出的一些照片来看呢 王南这一次是特地给每一个运动员呢 准备好了一个招牌 并且呢欢迎他们回归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 其实针对这些运动员呢 比较年轻 那么他呢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零食 并且呢还有一些小卡片 最关键的是针对每一个运动员呢 他还啊 这个在每一个房间呢 都放了一些非常暖心的书 所以其实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呢 他们每一个房间 可以说都是针对性定制的 所以其实啊 这一些安排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如果说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国平大队伍的人呢 也根本做不出这些暖心和细节的安排 而记得注意的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那其实为了让这些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吃 玩这次的一个隔离大餐 那么我们也知道王南呢 还特意挑选了自己所在的房餐酒店的几个名厨呢 那其实提前入来 然后呢给他们安排一些美食 还灌了一些腊肠等等这样的一个美食 所以其实啊 从这一系列的一些动作来看的话 王南呢对待自己的娘家人呢 确实是非常到位 也就是想方说法呢 设法呢去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啊估计刘古良呢 看到这一切呢 也肯定会被王南点赞 那确实我觉得王南一直以来呢 也确实是非常的用心 那么成绩啊 他作为我们国平的大满官 那么也在我们国平的教练组的培养之下呢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退役之后呢 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家庭归宿 所以现在其实啊 真正到了他回报我们国平大队伍的时候呢 他也是毫不犹豫 那么用自己的守在那些行业的相关利益呢 来服务我们国平大队伍 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最后啊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平大队伍 这些年轻的主力呢 能够好好休息一下 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一个复盘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和身体 毕竟在此前啊 孙女赛也曾经在赛后台采访当中提到说呢 现在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睡一觉 好好休息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啊 这几个月一直在外面奔波呢 确实是非常的劳累 非常不容易 也希望他们能够呢 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争取在此之后 能够放一个假 回去陪伴一下自己的家人 那么这样一来呢 才算是圆满的完成 本年度所有的一些任务 好了 本期的量载聊球 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